像BSC,Sof 这些都是他的合作方案 这个项目它的持续性应该是非常好 可以说非常有后劲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美清沉迷于自己美貌的加密博主 主要是分享一些 %圈的最新项目 好,那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之前 大概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就是大家觉得什么样的项目才是好项目呢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众说愤雲 为什么呢,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但是大漂亮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两个 一个是让我们赚钱的 第二个是让我们持续赚钱的 他说的对 之前大漂亮在讲CryptoMath的时候 也跟大家提过这个项目有四层工作 它能对它的币价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但是大漂亮当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大漂亮认为它可能没什么厚劲 也就是说大漂亮担心它的持续性 当然现在看来这个项目发展得很好 项目方赚到了足够的时间 去为项目的后续发展做充足的准备 也可能会解决这个持续性的问题 那今天呢,大漂亮就给大家带来一个完全相反的项目 我想看看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项目呢,它的持续性应该是非常好 可以说非常有后劲 但是大漂亮反而担心它早期的启动 可能会有点力不从心 这个项目的名字叫Binopoli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传统游戏 模拟城市或者是大富翁类似这样的游戏 那这个Binopoli就有点类似这样的游戏 它是把现实世界的商业经济体制 直接搬到它的游戏中来 也就是在现实世界里面很会赚钱的小伙伴 应该在这个游戏里面也很会赚钱 玩家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发展自己的经济 建设自己的房子 最后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商业帝国 也可以跟其他的玩家进行一个联合 组成一个联盟 然后最终发展到联盟与联盟之间 可以打一些商战 非常复杂,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游戏 也是大漂亮最近讲的这些给我们5项目里面 目前来说最复杂的一个游戏了 那这个游戏目前还没有上线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它的官网 好,那我们现在打开它的官网 这个游戏的画风我们大概一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这里 我们点右上角它可以选择语言 这个语言就非常诡异的设计的 只有英文和繁体中文 这个针对性也是不要太明显好吧 那我们就调成繁体中文给大家看 好,那我们先看它的三个特点 建造、合作和商战 那它其实有一点点类似这种 我们以前玩的这个大富翁 就是一个屌丝 它从买一个小房子开始 做了一条它的商业街 然后最终走向人生巅峰的这种故事情节的 它其实有点类似啊 它也是要你先去买一些它的房子 然后再升级这个房子 然后跟别人做联合 然后去跟其他的七大洲里面的其他部落 进行一个对抗啊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背景 好,我们接下来先往下看 首先呢,它是基于BSC呢 它也是在BN实验室里面的一个项目 就之前我们介绍的星沙也是BN实验室的项目 它都是被BN看好并且投资的 那它也讲Binopoli的元宇宙 那这个元宇宙里面就是采集,加工,建造和入住 然后这里讲你第一次来的Binopoli想开辟新电地嘛 你就需要原始的资源 把泥土啊,石头啊,矿石啊,木头啊 这些建筑材料 有了这些建筑材料呢 就可以加工成石材啊,钢筋,木材 然后去建峰子 你入住的话,你也要选七大洲 你可以选一个帮派金属 然后大洲跟大洲之间呢 会有一些battle的内容吧 然后这是游戏特色 分为建造合作和商战 就是它最开始讲的嘛,建造就是养成类的,合作呢就是social 我们一起做资本运作啊,搞财富积累 然后我们形成帮派 然后商战就是商业体与商业体之间的帮派与帮派之间的战斗 然后这里比较值得去讲就是这个Binopoli的这个代币机制 大家可以看到好大一半就是75%是来自哪里呢 就是Planeture是用户挖到的啊,75% 这个比重还是非常大的 那除了这75%中 其他的其实都是在锁仓的状态 比如说这10%给团队的 5%给投资者的 这都是机构投资者,初始投资者,原始流动性市场运营 他其实都是所仓的,像这些都是分批释放的 那市场上的币哪里来?就是大家想买币 有些人不想玩游戏,他想买币 那他的币是从哪里来的呢? 只有通过这个游戏的玩家 他在里面这个建房子挖矿,挖出来的币流到市场上才可以交易 所以呢这个游戏的代币呢 直到现在Cuity都还没找到哪里可以交易啊 是因为他游戏还没上线 旷工们还没把这个币给挖出来 所以我们做这种普通的散户投资者还是买不到这个币的 那这里是他的未来的愿景啊 就是GameFi最后转化到元宇宙里面 那这条就是说他设计之处就是按照现实世界的这个地域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个映射 映射到他的虚拟元宇宙里面 你要你在虚拟元宇宙里面去买房子 我们现在这帮人还都挺惨的是吧 我们都已经内卷卷到虚拟世界去了 还要在虚拟世界里面承受买房的压力 然后下面讲道 道呢就是说他的组织形式嘛 他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完全属于社区的这样一个形态 那下面是他的合图伙伴啊 CMC CMC这个项目呢Pewty之前专门做了一期影片讲解CMC 那也说过CMC这个项目他上币 就是在他上面他是一个讯息类的平台嘛 要想在他平台上呈现这些项目他是有门槛的 但是Bino呢这个项目他还没有上线 他的游戏都还没有发行出来 结果呢他的讯息已经被收录在CMC了 然后他在这里宣称啊CMC是我的合作伙伴 那这样就很厉害啊 那这个项目有这样一个合作伙伴呢 也就保障了他的流量了 那接下来呢是BSCBS实验室啊 那后面这些呢Sof Babylone这些都是比较新的项目 没有前面这几位咖别大 好那这就是官网的全部内容了 了解完他的官网 那我们看看他的白皮书 Bino的这个白皮书啊 他也是非常有指向性 他直接给你做出来中文了 觉得还是非常刻意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白皮书的内容啊 这些是讲关于Bino啊 然后关于Bino的特点 然后竞品比较 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类型 然后我们先往下看 好关于他们呢 他们就是基于BSC店上的一个 Platron的一个资产经营性的区块链游戏 这就非常有意思啊 我觉得他就是限制了一部分人 像我的粉丝都是蛮聪明的 这个应该没关系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 他在现实世界中他都不太会经营资产 所以呢他可能玩这个游戏可能会有一些难度啊 那接下来就是对他上面具有的讲解呢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购买啊 拥有虚拟土地的城市啊 和土地啊 然后建造自己的世界 然后你在这里买的这个土地啊 你在这里拥有的这个NFT资产呢 可以用来购买买卖 用来租赁 用来房产经济 然后用来游戏里面的一些场景 然后来赚取他的代币叫Bino 然后后面呢 你就可以组队参加经济 成为这个Bino里面的王牌部落 然后掠夺其他人的台场 他就是后面的七大洲的 州与州之间的大的对战 然后这里就讲给不饭啊 拥不饭了 当然了 我的粉丝都是看好这个赛道的哈 我就不多讲了 他后面说这个数据说 2021年7月呢 已经实现了10亿美金的这样一个赛道了 游戏特色就是他官网里面说过了 我就不说了 然后这里是他游戏部分的UI的展示 像这个茅草屋 看起来就是级别比较低的房子 那这个是两层小楼 我就看你觉得高一些 然后后面这个应该是豪宅了 那他应该是通过升级自己房产的属性 自己房产的等级呢 从而实现更高的挖矿算力 然后升级的原材料啊 泥土啊 木材啊 建造许可证啊 包括他在升级的过程中 可能他会消耗他自己的币 叫Bino嘛 也就是玩家一边可以在这边挖矿 赚到Bino 另外呢 玩家还要在游戏里面升级消耗Bino嘛 那他就使得他的Bino这个币的精力模型 实现了一个内循环 自己平衡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然后升级完呢 这个一个是挖矿收益高 一个是你可以拿来出租嘛 出租的收益会 因为他的豪华度变高了 然后这是他的推广策略 初期呢 就是说先上线 顺利品牌形象 然后招募一些核心的社区人员 因为这个项目非常的社区化 他75%的币都是让玩家挖出来的 我不知道看我的频道呢 有没有学生党 其实我还是蛮建议学生党 去报名参加一些这些社区的核心成员 去做工作经验的 因为他完全不耽误上学啊 他可以坚持去做 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能学到蛮多 这个行业的知识啊 前提是他要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了 那这下面是实现策略嘛 实现策略建立社交平台 然后找合作伙伴 招募社区KOL 到成长期的话 优化和新增游戏 然后持续要加新游戏 开展社区活动 然后成熟期呢 是说要做新游戏的上限 然后要保持较高的游戏 奖励吸引性玩家 然后还要扩大 全球的合作伙伴 然后和社区的KOL 好 这里是路线图 2020年呢 开始有这个想法 要搞一个这个事情 2021年呢 就搞出来了 然后Q3呢 就做了这个盲盒的设计 和游戏测试版的上限呢 这个盲盒就是他这个房子的盲盒 这个盲盒的活动已经过了 现在大家如果想买他的房子呢 会有他官方提供的几个平台 可以去买啊 都会大家会介绍一下 然后他也说游戏会在Q3上限嘛 但现在Q3已经过了 但是我在他的官方的社区里面 问到的官邻员 官邻员告诉我说 是这周或下周上限了 然后22年呢 游戏才会正式上限 然后开始出说土地 房产系统才会进行一个迭代 然后图像呢 也从这种2D手绘的可能会要升级为3D的 让玩家更有这种沉浸感 更向实现现实生活的场景的一个映射 然后未来呢 要做基金会啊 然后要把BNO Poly全面贡献给社区啊 是这样一个想法 那他的这个竞品比较啊 他的竞品列的是阿谢和Alice 对比的都是两个非常大的项目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比的哪些方面啊 一个说他在BSC链上 其他两个是在什么什么链上 然后他的代币是两个代币 BNO和USTB 然后其他项目呢 是两个代币的一个代币的 那这个概念对比就很有意思啊 人家写的不是play to earn 然后他是play happy earn 就是同样的赚钱 我都要比你们俩开心一点点 然后这是有NFT质押的 他是yes 后面这个阿谢是no Alice是yes 然后这是marketcap 他只有50m 然后人家都是1B了 然后这个是167m 他的估值还是相对来说 目前还是比较小的 还是比较有市场前景的嘛 他这个对比图 我觉得应该是表达的这个意思吧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 玩嗨传 然后这6个呢 就是写的他游戏里面6种参与方式嘛 第一种呢 就是你要做staking 做挖矿 搞defi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呢 你就是买他的NFT 搞NFT的质押 那这些内容呢 其实我之前都在我讲 defi挖矿的影片里面 都讲过这些挖矿背后的本质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 去往前翻一下看一下 那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那第三呢 他就是你要在这里搞布局 然后搞运营 然后也可以赚到钱 然后第四呢 你要参与他的社区治理 然后做一些投票的工作 你也可以赚到钱 然后第五呢 他会动不动推出一些抽盲盒的这种活动 你也可以赚到钱 第六呢 你就是买币 买币这个投资方式呢 其实是在这个游戏里面 相对来说是比较弱 因为这个游戏的币是不对外释放的 他的币只能通过玩家在里面 只要NFT挖矿或者是搞DeFi挖矿挖出来 他的币的流出量呢 是跟他的玩家的多少有关系 所以呢 这个项目买币 他赚钱的速度 可能会没有去买他NFT 参与到游戏中赚钱速度快啊 游戏还没有上线啊 具体的数据 大朋友都还没有找到 等游戏上线之后呢 大朋友会认认真正的算一份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好 那这里就是他的经济模型啊 刚刚那个图已经讲过一遍了 这里在大家再看一遍 Bino呢 是有总发行量的20亿枚 那他还有一个代币呢叫USDBI 这个是游戏里面的治理代币 它是一个稳定币 那大朋友找了一下他的白皮说了 也没有发现他这个USDBI这个B的 具体的发售情况 是限量还是不限量 他都没说啊 所以这个也不好去说 他现在是按照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在跑啊 接下来看一下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呢 看起来还是蛮专业的 CEO呢 他首先是一个NASDAQ的运营总监 然后呢 他还有8年的矿工精 参与了多个POW 然后还有DeFi的 早期项目的投资者吧 然后联合创始人里面 居然有三个都是搞房地产的 看到没 搞房地产投资的 房地产集团的联创 把现实施活动 我们搞房产炒房这一套 又给搬过来 然后在区块链里面再搞一套 然后第五位团队合伙人 这个CTO呢 他就是做软件开发啊 金融游戏等等 各方面的软件 他都开发过 然后头像也是动漫人物嘛 整体来说团队的神秘性还是有的 好那接下来就是他的合作伙伴 这些都不讲的在官网上是有的 然后就是联系他们的方式 官网 Telegram Twitter和Discord 然后他白皮书里面 其实还有一些细节啊 他这个白皮书很有意思 在这里也可以选语言啊 排名第一呢 就是中文 那因为这个项目非常的中文友好 那很多细节呢 大漂亮就在这里不讲了 包括他这里有很多 原材料怎么采集啊 然后建筑材料怎么加工啊 他还要去买他的房产证啊 房屋的建造和升级这些 没建好的 你还要拆掉房子啊 这些各种杠的小小的细节都在这里面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看一下 时间的关系大漂亮 就在这里不多讲了 然后今天的链金呢 大漂亮也会放在视频下方 他买NFT给了两个官方推荐的平台 这两个平台 我都会放到视频下方 然后可以看一下团NFT的价格 现在是普通的这种茅草屋 有一个BNB 1.5BNB 两点多BNB 像这种好一点的两层的房子 就要7.8个BNB 稍微贵一点 另外一个网址也是比较多 但这个好一点的其实还是蛮贵的 7.9啊 18 就差不多价格 但这个比较全一点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一下 然后另外他还给了一个平台 是这个Sof 这个平台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卖的价格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这个平台他买的是期货 大家如果感兴趣 想买的时候一定要好好见比啊 那这个网址呢 大漂亮也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好那看了这么多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项目的重点 那我们来先说说它的优点吧 第一个优点呢 那是这个项目的玩法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 到后面你可以做多种各样的经济路线呢 那其实可玩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二个呢 那就是这个项目方格局非常大 它拿出来75%的份额 直接给到玩家 让玩家去玩 那这么大的比重 交给社群 交给玩家 那在GamuFi项目里面 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的项目 领多给到50%左右就很不错了 第三呢 这个项目是真正的创新 大漂亮本人是非常钦佩 勇于真正创新的项目 因为现在很多项目 它虽然说是新项目 但是呢 它大概都是超了一些 最传呀 超了RT呀 等等等等的 这样的经济模型 那这个项目的经济模型 可谓是自己创新 自己想的全新的经济模型 是真正的创新 好第四个呢 是综合实力还是不错的 画风呢 刚才大家也看了 也是挺好的 而且这个项目方 接下来可能要升级成3D的画风 第五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经济模型 它的经济模型 虽然也是双代币机制 但是它跟阿谢 还有跟其他类似阿谢的 双代币机制完全不同 是因为它的第二个游戏里面的代币 它是一个稳定币 再加上游戏里面这个代币 USBI是通过它的主代币燃烧 才能得到的 大家可以理解成 它这个USBDI就是它的主代币 它其实还是一套经济系统 这个代币机制 说是双代币机制 它其实有点类似 最近非常火的物联网项目 HNT Helium的代币机制 那关于HNT这个项目 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之后大漂亮有空的话 也会专门做一期影片 给大家讲解 好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缺点 那第一个缺点呢 大漂亮在开头也说了 大漂亮担心它早期发力不足 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模型 它是比较复杂的 它的游戏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这会限制一些玩家的入场 如果早期的玩家入场 速度不够快的话 很难进入它项目的 一个消耗费论 那再加上这个项目 还没找到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消耗费论 也可能是因为资料不足 这个游戏还没上线嘛 那第二个担忧呢 大漂亮刚才已经说了 这个游戏其实是有一点复杂的 在现实生活中 能把兄弟做得很好啊 能买好几套房子的人 在这个游戏里面应该能玩得很好 那对于普通小白呢 它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 第三点呢 就是投资周期过长 因为它游戏到现在还没有上线 那最终公布正式版的上线是在明年 那如果我现在买了它的房子 那可能要到明年才能实践一个正向的盈利 所以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 那再加上大漂亮本人没有抢到 它的这个房子的磨盒 所以身表遗憾 以上呢 就是这个项目的主要特点了 那这样在心理世界还要买房产的项目 你爱了吗 太难了 如果喜欢别忘了给大漂亮点赞加订阅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不要忘记关注大漂亮的Twitter哦 拜拜 喜欢我你就订阅我 Cutie陪你一起打游戏哦